Number 4 赵匡胜宋太祖赵匡胜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他出生匠门 武力职堪称武林高手 早期攻进南唐时 赵匡胜创造了冥杀南唐将领的赫赫战功 能力可谓不俗 故此他得意在厚州政权中崛起 黄袍加深登上了地位 Number 3 李世民 李世民 唐朝第二位皇帝 开出了著名的贞贯之志 不仅依靠唐太东个人的努力 更离不开身边大臣的辅助 如渡如晦 长孙国纪 房玄陵 魏池公 侯军级等文武大臣 唐朝在建立初期 李世民先后击败各个对手 可谓顺风顺水 在他登基的时候 唐朝基本统一全国 Number 2 刘豫宋武帝刘豫 南宋的开国皇帝 一个军事奇才 武力之不俗 创造的雀跃阵法城被后世所传送 刘豫起家时 与先辈汉高祖刘邦 光武帝刘秀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同样是白手起家 也是需要亲自上战场杀敌 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Number 1 刘秀刘秀 汉高祖刘邦的九十孙 先祖由王将为猎猴 到了其父亲这一辈 已是小县令一美 刘秀年幼时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只能投靠叔父 成了真正的平民 故此 刘秀起家出妻 依靠一己之力 建立了东汉王仇 可以说光武帝的一生 是开挂的英雄人物 不管敌方如何强大 总能化险为夷 反败为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